高雄有百货公司这精品专柜的橱窗被人打破 偷走了名牌包 没有想到现在也有嫌犯的一样化葫芦 照样在这里交走了精品橱窗的包包 然后一次偷走三个 马上把时间叫记者李宝仁来告诉我们 好了 主观众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一名男子鬼鬼祟祟的走到这个旗楼底下 后来他经过这个精品店的外面的时候 突然拿出了身上所预藏的工具 接着就把精品店的玻璃给敲破 动作非常快的 把橱窗里面的三个包包全部偷走 可以看到他把包包拎走的时空是快步离开 用跑的跑到另外一个路口 刚好在那个路口有一台计程车 正在等客人 他就直接冲上这个计程车 然后请计程车司机赶紧离开现场 后来精品店的老板隔天开店才发现 自家的橱窗被打破 而且被偷了三个名牌包包 而这三个包包价值就超过五万块钱 可以说相当的高 因此店家立刻向警方报案 后来警方是巡线的调阅监视器 再从这个嫌犯下车的地方 展开地毯式的搜寻 才终于确定这名嫌犯的住处 后来远警趁这个嫌犯回家的时候 上门攻坚将这名嫌犯给逮捕 而且还在他的包包里面 找到了毒品以及吸食器 而这名嫌犯是供称呢 他因为想要吸毒 但是没有钱 在深夜经过这个精品店的时候 才会心生歹念 拿工具把玻璃给敲破 偷走了包包 但是呢 其实他的犯案过程都被店家的监视器拍下 警方掌握了他的行踪 将他逮捕 好了 以上是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